你好 您好 帮我拿瓶水 你好 您的水 谢谢 不客气 夏总 今天这么悠闲啊 坐吧 华生姐 你怎么回事 办公室太闷了 出来透透气 李姐 你刚接任董事长的职位 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忙 压力大吧 我瞒你说 现在公司 除了公司的高层 和凯克之外 什么都绕这么操 就连我之前的老同学 算了 说了 真是难为你了 黄欣姐过来找我 是为了任机长的事情吗 就算是吧 你也知道的 现在公司上上下下 好像对你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都觉得不太公平 毕竟你以前也是任远的学生 对他的业务水平 你应该比其他人更清楚 以他的专业素养 像这样的低级错误 他是绝对不会犯的 众着陆这次事件 确实不是任要关的责任 但他是这场航班的责任机长 我必须要有个态度 如果这件事情我不处理好 连航就会出现问题 至于外国机长 等事情稳定之后 我自有处理办法 明白了 我尊重你的决定 毕竟公司管理层的事情 我们外人也不懂 只是我作为远远的太太 只是我作为远远的太太 当然希望你能够对她 停飞这件事情 重新考虑一下 那我还要飞 就不打扰了 好歇歇 任教官那边拜托你了 你放心好了 我先走了 我回来了 老公 老公 我在这儿 怎么样 我还真没见过一个被停飞的机长 过得这么开心呢 那是不飞正好 被照顾小飞飞 还可以帮你做点饭 怎么样 还可以吧 真没事啊 没事 能有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啊 今天我在公司 正好碰到夏宇了 她小子日子不好过吧 这公司全传遍了 说她是七十灭祖的 还真让你说中了 不过她呢 刚当上董事长 本想通过第一个项目 证明一下自己的 我们最好的帮的方法就是 不吭声 忍了 正好照顾小飞飞 对吧 你看 我们还需要点什么 我看我们现在 还缺一个婴儿车啊 不许我们就把这个给忘了 明天就买 链挺可爱的 我天的 她说要 drive 我很理想 让文化 您不全拍 您在叨她 还üyor 来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吴迪 对不起啊 刚才手机关机 没听到你打电话给我 没事 肖默怎么样了 挺好的 肚子饿了吧 走 带你吃饭去 肖默之前在专业上 帮我们很多的忙 所以我尽可能的现在 想多帮他一点 别想太多啊 没有 你看 肖默是我兄弟 我当然希望他好起来 如果我能为他做点什么 我也愿意去做 你看 你是我女朋友 还能这么帮他 我很开心的 真的这么想 当然了 走吧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玩的 太好玩了 对了 对了 给你们带礼物来 这是给你的 你说你还这么客气 看一看 喜不喜欢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最亲爱的大宝 不对 是我最亲爱的涛涛 看看喜不喜欢 谢谢啊 你这送的什么呀这是 最近我不在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大新闻啊 出什么事了啊 两件事 没一件好事 两件事啊 是不是跟夏宇有关啊 可以说跟她有关系啊 但是也不能说 完全都是她的原因 赶紧说呀 卖什么关子呢 第一 肖默师兄听不见了 说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 能不能恢复 还不一定呢 反正意思就是说不能飞了 太可惜了 这个肖师兄 这跟夏宇有什么关系啊 还不是因为他 最为快告诉了吴迪 是啊 这事是怪我 这之后吧 公司就在传说 吴迪没事就往 萧区兄宿舍跑 是不给夏宇弄得不开心了吗 吴迪在意肖默的事情啊 夏宇不开心 也不是一天两天啊 那第二件呢 人叫官被停飞了 什么 还不是因为那个捷克机长 重拙录了好几次 乘客都把咱下航给投诉了 连民航局的人都来了 我跟你说 这帮人本身就是天天横行霸道的 我就本身以为正好借这个机会 可以把他们从咱公司开除了 那谁知道夏宇不开除他们 不惩罚他们 反而把人叫官停飞了呢 这都是什么事情呀 那个捷克机长啊 我在飞机上亲眼看到他 调戏我们的空乘 他技术有问题 那干嘛处罚我们的人交官啊 这太不公平了 我们也觉得不公平啊 那你们有跟夏宇去说吗 别提了 每天忙得连人影都见不到 哪儿有机会跟他说呀 而且人现在高高在上呢 哪儿有空搭理我们这些 平民老百姓的死活呀 就是 不行 我去跟他说 不管怎么样 周兄弟的话他应该会听吧 但愿吧 进来 进来 夏总啊 忙着呢 回来了 回来了 这度假 没带个小侄子回来 这孩子的事情还得看缘分 这是给你的 我知道你什么都有 但是这是我一点心意啊 你别嫌弃啊 出了趟国还打起官枪 挥了董事长 哪有 谢谢 对了 这次来呢 我还有件事情要问你 说 那个 任教官停飞的事情 是你下的命令 是你下的 是我下的 这为什么呀 这是 权衡了所有问题 做出的决定 也是对公司最好的决定 这公司公司 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公司啊 你去听听 外面都怎么说你的 为了给自己做业绩呢 不务同窗死活 加班加点 为了保住连航 处罚自己的老师 连歧视灭族的话 都说出来了 那你呢 我 你怎么看我 我觉得你在任教官 这件事情上 处理得不好 任教官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有现在 全是靠任教官 一手培养出来的 别说这件事情 任教官没错 就算是他的错 你作为一个董事长 难道不应该 大事化小吗 我们的立场不同 所以处理问题的角度 也不同 比起你现在 这副资本家的嘴脸 我还是更喜欢 已经当飞行员的你 好吧 对了 等一下 我还有几个事情要处理 就先到这儿吧 谢谢礼物 好 那我先走了 你在呀 聊会儿天吧 找我什么事啊 今天 罗东杜明月回来了 还给我拿了礼物 很好 哎呀 替他开心 我也是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是 莫过于两情相悦 你说那小子整天吊儿郎当的 能找到余杰那么喜欢他 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两个从航校就混在一起 虽然大家都说 他是我的小跟班 但是我从来没那么看过他 我是打心里拿他当兄弟 吵架了 也不算吧 就是任机长的事情 他觉得我处理得不对 还说我变了 说什么更喜欢当飞行员时候的我 我可不喜欢当飞行员的你 嚣张把握的 那你是欣赏现在的我了 比之前好点 果然跟别人的品位不一样 有眼眶 你是你 外籍机长的事情闹成这样 你想过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你怎么回事 你还是你是我 那时候 但是我 你还不知道 你连接着 你们把我拒绑 有毒 论经验 资历和话语权 在挖脚或者外聘飞行员这件事上 你只能按程序来 说白了就是等 但是要解着燃眉之急 我觉得你可以去求助一个人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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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琛 雷董 雷琛 之前我们让他栽了那么大一根头 他会愿意帮我 事关公司利益 你不试试 怎么知道结果 老公 我回来了 哎哟 回来得正好 我刚做了你最爱吃的土豆 赶快趁热吃吧 好香啊 来 我突然觉得你不飞 其实也挺好的 手艺每天都见长 可不是嘛 马上要做爸爸的人了 好好练练好之后 可以照顾小宝宝不是吗 对吧 那个车你买的 对 刚到的 网上订的 好看吧 还有 我这都记下来了 你看 小衣服四件 两套XS 两套S 小孩长得快了吧 奶粉两包 万一他喜欢吃不喜欢吃的呢 还有尿不湿二十包 因为每天都得尿 然后奶嘴十个 卫生 沐浴露两个 还有什么要说的 来 我记下来 好像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行 那搞笑吃饭 吃完饭我们去买这个 吃饭就好 来 尝尝这个 你也尝尝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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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雷董 你现在的这个球技啊 可真是越来越了得了 可不是吗 你个退休之人啥事也没有 成天地练球 这球技肯定涨了吧 您这是什么话呢 中夏航空要是没人您 现在这个公司啊 都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了 怎么了 还是让夏董事长 亲自跟您说道说道吧 雷叔叔 董事长怎么这么多闲呢 来来来 坐坐坐 雷董 找我有事啊 相比您也听说了 最近航空公司出了点麻烦 想请您办个忙 您知道 我要开辟条中下航空的 低廉航线 不过现在机长高级 如果一直想拼请外国机长的话 不是长久之计 您和我爸在航空界驰场这么多年 人脉和关系都很广 所以 你当过机长 应该很明白 从上岗的第一天 跟公司签的就是终身合约 这个我知道 不过以您的自意来看 一定有办法解决 让我考虑一下 不打扰二位了 谢谢雷叔叔 没想到这小子还亲自来求您呢 雷董 借这个机会 好好打压打压下雨这个小子 先让他尝尝 你得给他尝尝 你觉得这样做有意思吗 来了 小姨啊 小姨啊 你怎么来了 来 请请请请 好 华欣呢 她 她在上班 现在可能在回程的路上 您先坐 我 您先倒杯水 你一个人在家 是啊 来 小姨请 任玥啊 小姨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她出事了吗 我不知道啊 华欣给我打电话 她问小姨有没有回家 我问她怎么回事 吞吞吐吐的也没说清楚 我不放心 我这不就来了吗 去小姨那儿人不在 手机也不接 她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不能吧 她这么大一个人 应该在天上飞吧 你不知道我们公司 现在可忙了 我们公司女的 全部当男的屎 这男的也就全部当 行了 行了 不会说瞎话就别说 老实告诉我 到底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 还说不知道呢 上一次 吴迪跟肖默分手 也是瞒着我 这回还想瞒着我呀 不是 不是 小姨 真 真 我真不知道 您刚来您 我带你出去吃东西好吗 你想吃什么 晚上订好 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 你老实告诉我呀 你让我着急呀你 她住这儿 对 就还是八楼 小姨啊 我 我就不上去了 一起去吧 不不不 不 你们俩聊天 我在那儿 不合适 好 我在这儿等您啊 好的 哎呀 你好 你找谁 肖默 我是肖默的妈妈 肖妈妈 肖默她去机库了 还没回来呢 是吧 那我去机库找她 那个 她这个时间差不多 一快回来了 要不我先给您把门打开 您进去等她吧 那太好了 谢谢 谢谢您 不客气 应该的 好 谢谢您 肖默 你在这里等肖默吧 好 谢谢 你忙 不客气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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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也没办法 小姨都上门了 这一句话一句话的套我 我哪知道小姨到那么深啊 我三两句我就招了呗 你连我回去都撑不到 你笨不笨啊你 我 还等撑到你回来呢 我五分钟就招了 你说你真是笨死了 要是肖默知道你出卖了他 你就等着吧 那不能 那不能 我跟小姨说了 我说那个 就是说她自己发现的 肖默绝对不会知道的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笨呢 老婆 你帮我躺着一点嘛 谢谢老婆 老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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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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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我 你妈妈在楼上等你 是我拿来的 哎呀 娃娃娃的事 你又不告诉妈妈 妈 你干嘛呀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别跟我解释着 好像我非要死了之后行吗 说什么呢你 跟我回家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里 老家我也不回了 我又在这儿照顾你 我都在这儿照顾你 你别弄了 我 妈 你能不能别折腾了 我听不到啊 你说什么 你别弄了 李伟丫 我们可以准备下班了 你怎么流鼻血了 没事 最近 可能上火就流点鼻血 没事 你真没事 没事 这不是因为天气干燥吗 你 你快去厨房 那面包不要烤焦了吗 你快去吧 去吧 去吧 你快去吧 小语 之前谈的三个外聘机长来报到了 这么快 不知道 之前谈一直都没有结果 这突然就来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在飞行部 填资料呢 走 我们去看看 雷叔叔 来 来 来 坐 雷叔叔 来 来 坐 还满意吗 这次 谢谢雷叔叔 用不着谢我 雷叔叔叔 就冲你叫我一身雷叔 我也出来应该帮你的 不过话说回来 也不完全为了你 我主要不想看到我和你爸 虎心经营的仲夏航空 毁在你小的手里 这次我承认 这次调大量的项目 我在经验上 很多准备都能做好 原本呢 我是不看好你们的 总认为 你们是小打小闹 年轻呀 成不了转世 没想到就那件事 你们居然能把我拉下马 倒让我对你们 刮目相看哪 这个 跟雷叔叔比就是 耍点小聪明 不 小聪明也是聪明 来说姥姥 你应该退下来了 应该去享受阳光海滩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应该把事业 交给你们年轻人 不过你小子给我听好了 如果有一天 把仲夏航空给我做杂的话 别搞我翻脸无情 雷叔 这点您就放心 有您在背后鞭策我 我只会把仲夏航空 做得越来越好 我看好你们 来 来来来来来 吃饭了吃饭了啊 还是任远是个好孩子跟我说了实话 你们俩竟会骗我 什么他是好孩子呀 那是因为他笨 我们不告诉你 不是怕你瞎操心吗 人家医生都说了 他这没事 暂时性的 而且除了听觉神经受了点影响 哪儿哪儿都好好的 说不定哪天就好了 好了 不说了 反正啊 我不回去了 我留下来照顾他 对了 你们俩 你们俩什么时候去领小飞飞啊 明天啊 明天 明天 好 吃饭 老婆这大包小包什么呀 不是去接小飞飞的吗 对啊 给她拿些玩具啊 还有换洗衣服 好 喂 对 我们马上过去 什么 那等会儿过去再说吧 怎么了 小飞飞要被别人接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小飞飞到底让谁给领走了 是小飞飞的舅舅吗 舅舅吗 从哪儿跑出来个舅舅 之前不都说联系不到亲属的吧 是 但是小飞飞的舅母的确有个弟弟 早年就去了国外了 最近刚回国才联系上 毕竟是自己的亲外甥啊 所以她 有意地领回去自己抚养 估计这会儿啊 都要出国了 我们的审核好不容易才通过 我们的审核好不容易才通过 而且连领养协议都已经签了 这个心情我非常理解 真的对不起 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我们也认为 孩子如果能够待在自己亲人的身边 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 还请两位多多谅解 我们能理解 当然了 如果有人能够提供 比我们更好的生活条件 给小飞飞的话 我们替她高兴 这点你们放心吧 小飞飞的舅舅也说了 有机会 希望你们 多去看望小飞飞 当然 我们一定会去的 那这样我们就不麻烦你了 谢谢你了 好的 如果后续还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再联系你们的 谢谢 好 谢谢 吴迪 那边顺利吗 顺利 准备回城了 好 对了 我刚从杜薇那儿拿到钥匙 正好现在要去你家给你做几道菜 等你回来 你几点回来 我到家应该晚上八点多吧 我去接你吧 不用了 晚上见 好 那我等你 就很久了 我去看 我去看 你过来 你过来 我过来 你过来 几乎 我去看 那你过来 在这边 我去看 你过来 好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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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飞机了吗 现在在签派室 取之后的排班表 然后就回去了 贺总 怎么样 找到没有 没有啊 现在 所有修西西沟的飞行员 跟备份的飞行员 都在执行飞行任务 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 这 陶机长 什么事啊 吴迪啊 我的副驾突然升迷住院了 可把我急坏了 小偷 无论如何帮帮忙 不然的话这一行门就废掉了 好的 陶机长 我做你的副驾吧 你不是刚飞完吗 反正我还没有到飞行的时间 没问题的 那太好了 小偷 来 飞行计划 好的 好的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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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 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受养小菲菲吗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她的时候经常会想到我自己 想到你自己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其实我小姨不是我真正的小姨 我是被她抱扬来的 这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你也知道 小姨她跟我说了 可是大家都以为你是不知道的 是啊 她们都以为我不知道 在我很小的时候 有一天半夜我突然醒过来 听到小姨跟小姨 不在讨论怎么给我上户口的事 我才知道了这件事 但是啊 她们夫妻俩人真的是太好了 尤其是小姨 尤其是小姨 就当我是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 有时候给我买的东西 也给肖默买的东西还要贵 所以这么多年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我在想 我长大以后 也要做一个像小姨这样的人 把这种无私的爱 传递出去 所以当小菲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在想 这可能就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机会 当然了 现在小菲菲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也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那你说这些东西怎么办 就先留着吧 虽然我们没有了小菲菲 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有自己的儿女啊 然后我们会有什么好好的 我们会有什么好好的